哈喽,大家好,你们看我身后这个盒子了吗? 这个是房车用的自行车架 今天的视频呢,我要将向你们展示 如何安装这个自行车架 以及为什么我们要带这个自行车架去旅行 因为我们已经房车旅行了一段时间了嘛 所以我们有一些房车旅行之中的必备品 要推荐给大家 而且前一段时间啊,有网友跟我说啊 他特别想知道在房车旅行中有什么必备品 是大家一定要买的 所以呢,今天的视频我将向大家展示必备品之一 就是我身后的这个自行车架了 我们装这个拖车的这个我们得先给它拆掉 然后呢,再装那个自行车架 我们需要装一个这个分叉的拖支钩 这样的话我们原来的这个拖车的这个支架 就是放在下面这个 自行车的支架就放在上面这个 然后这个需要注意的就是说 你得根据自己的这个车的 就是拖的重量选择这个分叉的投车架 这个是能够拖一万磅的投车分叉 这块是所有的零件了 我跟你们说啊,你们千万不要买这个 这个东西呢就是万能拧螺丝的 你看它这块有小眼儿 这个每个小眼儿呢都是可以下去的 等于说多大的螺丝呢都可以被这种小眼儿装下 比如说像这种 你往这一按它就会合适 但是为什么说不要买这个呢 是因为这个东西很难使 它容易把你的螺丝拧一扣 我们有一些螺丝呢就被这个东西拧一扣了 到最后就没法使了 所以千万大家不要在亚马逊上买这个东西 难使 有的时候还是这种传统的方式 最为省时省力 还省钱 我安装还遇到这样的点小问题 这个拖车勾呢就是装上了以后 这块卡住了 就是这个分叉的这个尺寸不对 它不够高 我们买的这个分叉是底下是下沉四公分 四英寸 上面是上升两英寸 所以它有很多不同型号的 有下升四英寸上升七英寸的都有 所以这个我们明天要去店里头 重新再换一个 然后才能继续安装 这就是刚刚到的那个快递了 我们的新的配件到了 上次我买的这个四英寸的这个降低 我们这次换了一个六英寸的 现在去装着试试 我们这次先安装这个 拖车勾试一下 这会儿有点摇晃 我们一会儿会安一个 就是在亚马逊上有的单独配的稳定器 在这儿掐一下的路纸 我们现在把这个拖车给它在裂 重新连上 看看这个高低是不是最正确的 这好像稍微低了一点点 好像是差不了太多 你看稍微高一点点 这边是稍微高一点点的 等于说这边还是比拖车的地方高一些 我们刚才把这个吊了个个儿 刚才这个长的在底下的时候 这个拖车勾有点太靠下 它这部水平 我们调过来好像目前看的还是正好 一般还是要拖车勾尽量的水平 要不的话它有角度 一个是会给这个拖的车的造成压力 二是会给这个拖车勾造成压力 之前我们这个就有点太高了 然后也不知道 后来呢慢慢用着用着这个拖车勾就有一点点变形 看这边就能看到有一点变形 就拉到阿拉斯加的时候 是吗 你看这个缝隙 你看这上面就有个缝隙 因为它落往前 然后正好有这个钩就可以给它变得平一点 这个就是稳定器 它这个刚才那会儿老晃 然后拿这个机 拿这个固定住了 给它拧紧了 它就不晃了 我们一会儿把自行车挂上 我就怕它这个自行车离这个太近 它两个拐弯的时候会 弯的比较大的时候 这个自行车会碰到这个车 后边这个拖车 一会儿我们把自行车放上试一下 可以啊完全碰不到 拐拐拐拐大一点 哎呀 安装这些东西简直太费劲了 所以呢 基本上都是我老公上 我不太懂这些 我就负责玩 给你们介绍玩的攻略 然后给你们介绍 当地的风景 然后呢 我老公呢 帮着介绍以后的干货片 所以你们要记住了哦 所以我们在观众中 咱们再选拐出 好 那么 就 谢谢大家